哈喽大家好我是Nikki 那今天呢又来了淘宝开箱 part 2 那上一次的淘宝开箱是比较偏整理收纳类的一些物品 然后这一次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包裹 就是真的不小心618的时候呢 又大爆买了这些东西 然后在集运的时候发现我居然买到102公斤 我真的当下就是天哪 我用海块运费付了3700多块 应该还算还行的一个价格啦 因为毕竟102公斤嘛 那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家防疫期间 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在卧室啊 或是自己的小房间做工作 所以呢我现在也是想说 把我自己的卧室变成一个 跟工作室一起结合的那种概念 我就想要运用一些家饰品跟家具 把一个简单的卧室分隔成比较舒适的环境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家的时间都很长 所以呢今天买的一些东西都是往这方面前进的 之后呢等到全部改造完之后 我会再做一个卧室的room tour的开箱给大家 那这次买的呢几乎就是像家具类的 然后还有节省空间的一些物件 还有一些小小的迷媚的周边啊等等的 大家等一下看就会知道了 好那因为东西真的很多 我们就赶快先来一起开箱吧 我还准备了就是手套 给它开起来 我现在先从小的包裹开始拆 因为大的呢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 我们先来开箱开起来 这个是一个围裙 是不是很可爱 我觉得这种很像日本的那种乡村风 然后又是我很喜欢的古色的咖啡色系的 因为现在在家的时间都很多嘛 所以在家里都会做一些菜啊等等的 之后呢也会教一些比较简单 啥子都可以做的一些居家料理给大家 就是会有一个烹饪的课程 所以我就想说先买一个围裙 之后呢就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了 哦 是布的味道 哎呀 大家什么都看不到 哎呀 这样子 这样应该蛮可爱的吧 之后丢洗衣机型 好 我先拆小的 然后迷妹的东西 我大概知道我买了什么 迷妹的东西我放到最后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想杀我 这包装真的是太太妙了 虽然是用保丽笼 我就是这样子系过来 一个杯子 我又开始买同色系了 我上一次就是买绿色跟白色系 然后我这一次就是买了一个跟尾裙 很相似的 都是那种土色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做的很好看 因为它这种是白色 然后再加这种咖啡的状色 它的杯圆也是有咖啡色的 我自己觉得很可爱 我当初觉得它好像是碎了 就是东西好像是碎掉了 因为大家急运最害怕的应该就是东西碎掉 品质好不好 可能我得全部拆完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种的就是用剪刀剪的快多了 这个是 那应该是没有破 这个是一个荧幕的架子 现在呢 我的电脑荧幕是架在一个木架上面的 但我觉得非常占空间 所以我打算让它腾空桌面 就可以有一块清空出来的 看起来应该会比较整洁一点 所以呢 我就买了这个 我之后再组装起来给大家看好了 就先 不拆了 然后再来 一个是 再来是一个螺丝粉 对 我买了一包螺丝粉 就是大家一直推荐我 可以去试试看非常臭的螺丝粉 虽然我不大敢吃辣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 OK我勇于尝试 之后可以拍那个挑战给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都喜不喜欢吃螺丝粉 anyway我没有吃过 我甚至不知道它打开的味道会如何 那之后会再开箱 就是影片给大家 然后 我买的真的都是那种杰森那个 这个是 桌面整理线的那种扣 反正之后我会再用上去给大家看 对 啊 这是我那个 AirPods Pro的壳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收缩带 是这样子吗 然后它还附赠了清洁的布 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酒精吧 我觉得黄色真的很可爱 就是很耐看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颜色 因为我这个AirPods Pro它上面其实是有我的英文名字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越来越脏了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决定就是好好的把它弄起来这样子 但它看起来就是很像穿了一个肉背装 开盒是没什么问题的 个人是觉得还OK 喜欢喜欢 接下来呢 我摸我知道它是个手机壳 就是想要换的 买了一个花花的跟一个集合图形 那我这支手机就是常常喷那个酒精 然后你看它下面已经有点落残了 我觉得想要换这个花花的因为很适合夏天 OK 握的手感还算好 开孔也正常 好 然后 再来是这个 好 这个也是手机壳 我看到了 这个是我期待很久的 迷媚的商品要来了 我买了一个某人的同款手机壳 大家可以就是心电感应猜一下我买了跟谁同款的手机壳 而且我还跟我朋友就是一人一个 因为那时候呢其实我看了很久 而且我犹豫超久的一直在想说 到底要不要买 因为就是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哈子嘎嘻 有点羞辞 我就跟我一个高中同学就是联络上来 我就跟他讲说 欸你有想买吗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要买的话就一起买啊什么的 恭喜发财的 工俊同款的恭喜发财的手机壳 而且他说一定要买红色的不能买绿色的 然后他用了之后呢真的觉得财运有比较好 然后工作运事业运都有比较好 我就你知道做生意的人自媒体的人 然后自己开公司的人真的是也是很迷信 ok fine 买买买买买 哦他整体都是红色的耶 超级大红色 要过年啦 大家可以看到他侧边也是红色的 然后背面也是红色的 ok我现在就先把我的iPhone给换上去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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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像突然瞬间就是 那个财 那个钱的味道 我仿佛闻到了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现在这两只手机呢都换上了新衣 希望你可以真的发挥我们俊俊所说的那个招财功能 对我们来见证看看这三个月当中有没有 cats变得比较多一点对 如果金主爸爸们想要找我业配啊想要就是敲我党钱的话 欢迎赶快就是pick我丰勇而至的记性过来 ok好 然后 是我买的这个手机支架 因为呢就是大家看我之前的一些vlog都知道 我就是常常会一边可能写文案啊 我一边化妆看直播啊或是看一些剪辑啊等等的 手机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支架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重量 据说是可以调高度的 它就是可以这样子 这真的 哦它没办法转 就是只能 只能我的手机手动转 ok也可以啦就是很笨蛋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它的颜色就是很素 那因为我的书桌也是白色跟灰色为主的 所以这个颜色就是我买来跟我本来的东西 本来的家具是搭一块的 非常的满意 其实折起来很薄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放在包包 就是带着走的 下面有用繁滑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记得我要买人民币9块钱 对对对 所以应该还算行还算可以 我猜就是明媚的东西 原来是这个圆柱的我的地毯 我买了一个地毯 但是它好轻哦 它很像一个浴巾 它有一种那种白胶的味道 哇oh my god 这味道很好一点吗 oh 对大家就知道我就喜欢这种 几盒啊 然后块状方块色块的那种东西 这是我的地毯 它这个是床边毯 就是等于说放在我床架旁边的 我觉得还不错还蛮好看的 但是它的这个花色 有一点点让我就是不大喜欢 看这个地方你就算怎么用 它还是会有一点白色 我觉得它的做工没有到很好 远看的话是还堪用的啦 对好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 哦 这个是架那个麦克风的 麦克风支架 然后这个是防喷罩 因为我们有一些直播啊 的一些要求嘛 所以我就是希望我的麦克风那些的 可以更节省空间 因为它其实现在就是放在我的床架 我尽量想要把它移到那个空中 让它不要占空间 好 然后哎 比较小见的好像已经都开完了 好我们接下来开这一个 我的天啊 我现在想起来我买什么 大家猜我买了什么 记刚刚这个非常迷信的 就是恭喜发胎之后呢 我买了一个这个 它这个开得还不厉害 我买了一个很高的 台语都出来了 它是一个文房四宝 但是因为就是之前呢 有一个算命师帮我算过 然后他就说我的八字还是什么的 就是要放一个文房四宝 然后在我的才位的上面 所以我就 挣着六一吧 我就给它卖回来 到底有多迷信 我的个性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知道 我可能就也都没有什么事 但你一旦让我知道了 我就好像不去做就很不安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 就是分享我的小秘密给大家知道 OK 我开的东西很不少女耶 大家会这么觉得吗 好吧 但是就是很生活化啦 就是日我 对好 然后 怎么这么大箱啊 这是什么 我的东西 这是很多很多的收纳小盒子 还只 算还OK 是白色的 米白色的那种 因为我买了一个IKEA LS的柜子 它里面呢 就是一个很深的柜子 我就想说要放一些 还可以啦 就等到我用完之后再给大家看 我觉得摩羯座可能真的 买东西都是已经都量好了 然后我再去买这样子 才不会浪费很多就是不必要的空间啊 我买了一个这个 大家看得到吗 不要动我文件夹 以免赔的倾家荡产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怪癖 就是收集A4的资料夹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就有小豆腐跟我讲说 有这种就是专门存放A4资料夹的收藏夹 它就是跟一般的文件夹没什么两样 但是它是专门放A4资料夹的 而且还不便宜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都很常收集A4资料夹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跟我一样 收集这个癖好的人呢 我的网店也会想要进一些这个 就是A4资料夹收藏夹给大家 如果跟我一样有这个收藏P的人就可以get这个 可以的话就把它P来买 哦 大家看得出来的是什么吗 它不是一个展示柜 它是我要遮我们家就是卧室电箱的一个框 但是它需要一点组装 所以估计我组装完之后再给大家看 我的天啊 后面这三间呢是比较大型需要组装的 一个是电脑椅 然后这是镜子 然后这是沙发 等之后再开给大家看 大家觉得 我有办法一个人把它组完吗 我来试试看 看起来不会很难 我感觉 I can do it 呀 它居然送了我一个抱枕 我真的在开玩笑吗 它跟我的房间所有的颜色都不搭 所以 这送给大家好了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抽给大家 好 然后接下来来拆那个 关于明星迷妹的东西 对对对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Tom Ford 大家应该已经get到我为什么买它了吧 因为呢 俊俊呢他们有代言Tom Ford的唇彩 他送了一个Tom Ford的香水 还蛮香的 我买的就是他们的03号 大家看一下 买的是03号色好 对 就只有这个 它的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这种豆沙色 很美欸我觉得 嗯 再来这个 我真的不得不说 李佳琪真的是非常会卖东西的人 我每一次看它的直播 就会不小心 给它下单下去 321 上链接 然后我就卖了 对 我买了一个随形的随身果汁机 因为它也是可以打冰块的 买了一个白色的 这种的 夏天就可以打一些果汁机啊等等的 天哪可是它最大只能打到300ml 看起来有点重看不重要 但是它非常便宜 我那时候买才99块人民币而已 等于说不到500块我就 买到这个可以打冰块的 九阳的就是榨汁机 那为什么说它是迷妹商品 因为那时候是张泽翰 他跟那个李佳琪就是直播 然后就是看到 然后我就买了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李佳琪的东西 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我就 给它买下去了 对 还可以电量提示 然后还可以用USB充电 所以我就觉得 我买来试试看 好不好用 我之后会在IG上面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 但我IG上面 会有很多生活化的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后续 那些东西用得怎么样 可以追踪我的IG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一箱 压轴的 这一箱是最贵的 我的三合令的东西 为什么还会有蜡条 这一箱呢 首先登场的是 三合令的设置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温克星的版本 然后一个是阿絮的版本 我们的温温 然后还有我们的阿絮 这都是还蛮大的设置 我觉得很美耶 我的天哪 之后就可以放在我的背景上面 真的有光好看的啦 天哪 我的天哪 然后这些呢 因为我一次就是买了蛮多的 然后之后会再上架在我的网站上面 那我的代购网站呢 其实差不多7月底就会上线了 到时候呢 如果你们也想要买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下单了 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他们没有可以买到正版的管道 因为很怕就是虾皮啊 还有淘宝一些地方 他们卖的是盗版的货 有时候真的很难分别 那我就觉得 我这边能确保的是我一定是正品 可能是不是最便宜的吧 因为毕竟盗版还是什么的 都有可能是更便宜的什么的 但是呢 我这边是一定是正版的 再来就是立牌 大家也知道我非常喜欢压颗粒版吧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压颗粒版 有够好看的 我现在组装给大家看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哦 我们的小温 有够可爱的 温客行我宝贝 嗯 好了 看看我们的温温 哎呦 有够美的 正面是这样 反面 嗯 嗯 非常的泼冷水的三合铃 就是 我觉得它后面可以好看一点 是不是 觉得后面有点解嗨啦 对 但是正面就够了 盛世眉眼 红衣真的是 永远的神欸 真的 好 然后我们来拆阿絮 好的 大家可以看就是 他们两个的底座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四季三庄 然后这个是鬼谷的 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 对 好的 登登 自古轰然出CP Oh my god 太棒了 登登 开心 好的 那之后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我 暑假上面 太棒了 嗯 好那今天所有的开箱呢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泡满102公斤 真的拆起来也是一个大工程 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后续会应用在书桌上面 然后书桌会变得更简洁啊 然后可能更便利 然后还有我的卧室的一些装潢的部分 会一并的之后拍影片给大家再做分享 那大家就是敬请期待 然后还有我刚刚就是在中间有讲的 代购的网站的话呢 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小豆腐 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想要支持我的小豆腐呢 其实大家都有在问 预计7月底之前呢 就是希望一定可以把这个网站的部分呢 可以做出来 然后可以开始正常的营运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去那边 看有没有一些 你们自己喜欢的一些购有的东西啊 然后或是一些衣服啊 穿搭什么的 有仪式感的东西什么的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网站上面 那个网站呢 其实是我跟我朋友一起营运的部分的 那后续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消息的话呢 也都会随时再公告给大家 那我们淘宝开箱应该还会有在第三集吧 因为后续应该还会再买一些装饰的部分 让这个空间呢还是有一些完美的气息的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要帮我把这个影片按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所有喜欢爱买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也要 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喔 那我是Nikki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